暫對八世混蛋思驗 國民黨議員王家精 林恩舟 李中勤 路昆虎 削綜合 康吉春 聯合調去記者會 順問市府還可以保證 沒有八世人混進去台南 也認為市府欺負動作最慢 淡淡的哀傷是年初台灣人買不到蛋 排隊買蛋 我們一點點哀傷好了 可是到現在 我們台灣人是不是應該要跳腳起來 問這個無能的政府 問這個踐踏台灣人健康的政府 原來進口的八世蛋 還可以有致癌的一些毒素在 台農標示的是台灣製造的 可是明顯台農的董事長自己已經講了 他的蛋是來自於巴西進口的蛋 那我們擔憂就是這一些蛋賣場 到底我們的民眾吃了多少 台南市民眾吃了多少 中秋節快到了 我們所有的月餅 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需要蛋 那我們吃的麵包 吃的蛋糕 其實這一些都是需要蛋液 那這一些蛋液還有我們小朋友的營養午餐 等等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需要到蛋的這個東西 那到底我們衛生局有沒有去查過 嘉義縣 雲林縣這幾天都發現了 10萬顆的過期蛋 在雲林縣就560萬顆 高雄市在人物的物流場 也查到了過期的進口蛋532萬顆 嘉義縣也有 彰化縣也是 那我想台南也是激盪非常多的重蛋群 這部分 關於台南市民的食安問題 施政火勢太被動了一點 我們親目單位 到現在黃偉辰都沒有說過過 因為沒有開花 經費給我們開花我也要求 就今天這個記者會問我 現在進口的這些蛋 巴西的蛋 留到台南市有多少 衛生局表示 技能的掛插一直都有進行 衛生局也強調 台南因為沒有冷冷疾病 通路差不多都是國三的技能 因素沒有經過兩個威律 主場主的業者 我們這邊是沒有的 在台南市是沒有的 那再來的話 就針對我們剛剛我們林議員所提的 其實我們意思 不只說只有9月15號才去查 這邊的話我們 8月29還有7月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都有持續去做一個 相關的一個查法 還有做一個抽驗 國民黨團也要求持護 港年代進行 都應該要孤獨境界 全民敵人 包含 團統市場 林秀雄 喬雄定 保重市民大眾 是安的健康 不要混蛋 給我好蛋 記者中市委 蔡鳳博德 差別